物理公式,就好比是魔法一般,它们不仅能够解释过去,也能够预测未来。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,物理学家提出了许多,令人惊叹的公式,这些公式极大的,改变了历史的进程。 在这里,我们将用12个物理公式,从宁顿的巅峰时期,到20世纪的两次重要革命,再到今天的一些最疯狂的想法,来回顾物理学史上的那些,颠覆性时刻。 自标准模型之后,基础物理学还未经历革命性的突破。 FCEPT和EREPA,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想法。 但它们仍然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。 相比于19世纪末的两朵乌云,现代物理学的上空,则是乌云密布。 什么是暗物质? 什么是暗能量? 为什么引力这么弱? 为什么宇宙中充满了物质,而不是反物质? 等待着被解决的重大问题,还有太多太多。 或许最终能引导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,是一个极其简洁,优美的公式。 它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,去揭示隐藏在自然最深处的连接。 在下一场革命到来之前,我们需要拥有足够的耐心,继续在黑暗中探索,前行。 著物理学史上闪耀招许许多多的辉煌时刻,这十二个公式,代表了其中的一部分,绝非全部。 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,连续性方程,热力学第二定律,贝肯斯坦霍金商,普纳克爱因斯坦关系事,汉森堡不确定性原理,等等等等,都是物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公式,是物理学大师们留给我们的最美思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我。